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激动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随后国歌响起 国旗冉冉升起 大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这面代表着中国的五星红旗 当初在参赛时 差点就被淘汰了 可为何最终又被选定 还有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谁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五星红旗背后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 军阀的割据 日本的入侵 还有围满的建立 以及内战的爆发 每一次的战争都是在伤口上撒盐 让整个国家千疮百孔 而共和国的建立 才真正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新时代 新思想 国旗作为一个国家以及政府的代表 作为民族的标志 自然成为国家领导人首要完成的大事 可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 人才稀疏 为了能得到一个满意的国旗图案 中央领导最终决定 让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其中 人多力量大 总有人才能胜任 很快一条国旗图案设计的召集令 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上 当大家看到这则消息时 也是纷纷参与其中 将自己心中国旗的样子绘制下来 交给中央 在那段时间里 国家前后一共收到2000多副作品 其中不乏有一些在国外学过设计的人员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最终胜出的却是一位普通的小会计 而他的作品在最初筛选的时候 也只得了15票 他是如何碾压185票的三号作品 这位获胜的财务工作者叫曾连松 他的作品就是五星红旗 曾连松于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 虽然从小在一个普通家庭长大 但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 看到儿子喜欢画画 在没有任何人教的情况下 还能画得有模有样 父亲认为 这个儿子一定是个读书的材料 省吃俭用 把曾连松送进了学堂 读书识字 在父母的支持下 在自己的奋斗努力下 曾连松19岁时考入中央大学 当时国家动荡 战乱不断 曾连松满腔热血 想要报效祖国 于是他选择了经济系 因为他明白 只有让国家富强起来 国力才会不断地壮大 在大学期间 曾连松不仅学到了扎实的美术理论基础 他还实现了心中的暴富 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沦陷 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一起抵抗日寇的侵略 而作为学生的曾连松 也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 后来 曾连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员后的他 更是积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 在他的宣传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红色思想 加入到大部队中 而他还冒着生命危险 为我党提供了众多有力情报 也是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一份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 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以胜利而结束 就在曾连松以为 从此就能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时 谁知蒋介石公然撕毁合作协议 发动了解放战争 老百姓再次深陷战乱之中 直到1949年 随着上海的解放 曾连松以及上海的老百姓 才又恢复往日生活 同年的7月份 正在大街上行走的曾连松 如同往常一样买了份报纸 看一看有什么新鲜的事发生 当他看到中央领导人 正在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时 激动万分 曾连松有扎实的绘画基础 而且还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他随即决定要参与其中 不过当时的他 已经是一家公司的会计 为了能更好的创作 曾连松立即向老板请假 买了各种材料 把一个人锁在屋里 专心研究绘画 可设计国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它不仅仅是一幅画 还要彰显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底蕴 背后还要有深刻的寓意 一时间 也是让曾连松无处下笔 老板看着曾连松 为了设计国旗废寝望时 也是劝说他 让他放弃 毕竟中国那么多人 有才华的人也很多 而他既不是设计师 又不是出色的画家 就算设计出来了 也不一定能选得上 尽管不被周围人看好 曾连松始终坚持自我 从未想过放弃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思考 经过无数次尝试 他终于创作出了一副 让自己十分满意的国旗 在曾连松看来 中国共产党就是全国人民的救星 用猩猩作为国旗 再合适不过了 他用鲜艳的红代表中国 然后四颗小猩猩 围绕着一颗大猩猩 大猩猩代表中国共产党 小猩猩代表广大人民 用人民包围着党 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寓意 而且这四颗小猩猩 还各有代表 代表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 国旗的主干敲定后 曾连松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这五颗星星的位置 摆放在哪最合适 他经过反复研究核试验 发现这五颗星 摆放在左上角的位置最完美了 不仅看着显眼 而且还让整个旗面看上去更加广阔无垠 整体看起来 就好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金星的照耀下 永远灿烂辉煌 曾连松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设计出了自己最满意的国旗 而他在亲朋好友的鼓励支持下 将国旗的稿件投入邮箱 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备会 当时参与国旗设计的作品 差不多有三千多份 其中还有元帅朱老总的作品 而参与评选的专家 有著名画家徐悲鸿 建筑历史学家杨思成等大人物 经过众人的初次筛选 三千多份设计稿 最终只留下了38幅 曾连松的五星红旗 虽然也在其中 但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欣赏 只得到了15票 因为大家觉得 用四颗星星代表四个阶级十分不妥 让众多专家最青睐的是那富 一颗星和一道黄杠的设计 它的票数高达185票之多 因为它把中国特色的黄河设计在了国旗上 当然有支持就会有反对 也有人对这幅黄杠的设计持反对意见 觉得中国特色不一定非要体现在国旗上 一条杠也有分裂之意 而且当时香港和澳门还没有回归 这个设计就更不合适了 就在大家为国旗之事争论不休时 著名文艺活动家田汉站了出来 他向大家特别举荐了票数极少的五星红旗 在田汉的分析下 当时在场的毛主席 也十分赞同这五颗星星的设计理念 还说道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以功能为基础 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共同斗争取得的 四颗小猩猩围绕着一颗大猩猩 这不就代表人民大团结吗 经过毛主席这么一说 大家也是连连点头赞同 而曾连松的这幅五星红旗 随即被选定为国旗的最佳作品 不过后来 为了和苏联国旗区分开 大猩猩中的镰刀和斧头被去掉 这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旗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 五星红旗代表新中国的国旗 在人们的注视下冉冉升起 迎风飘扬 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连松 也收到国家发来的信和500元的奖金 不过对于曾连松来说 他在意的并不是那高额的500元奖金 而是不管到任何时候 能为国家做出一份贡献